大家好 今天啊遇到了一个很气愤的事情 就是本来呢 我是不太应该讲这些事啊 这个但是实在是有些气愤 我前几天录了一个视频 说这个阿里云的工程师 发现了最大的漏洞啊 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漏洞 今天呢后续 阿里云被暂停工信部 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平台合作单位 近期工业与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通报称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是工信部 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平台合作单位 近日阿里云公司发现了阿帕奇 Log4J2组件严重安全漏洞隐患后 未及时向电信主管部门报告 为有效支撑工信部开展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管理 经研究现暂停阿里云公司 作为上述合作单位六个月 暂停期满后 根据阿里云公司整改情况 研究恢复上述合作单位 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啊 发的文章啊 这个事呢 前面我讲过啊 是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漏洞啊 这个漏洞是有这么巨大的危害 然后呢 他因为啊 先把这个漏洞呢 报给了 呃 等于是公开了啊 没有及时的 先向工信部 网络安全管理委员 管理局啊 去通报 所以呢 受到了处罚 受到了处罚 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那么按照正常的流程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应该是 先通报嘛 然后你再来研究 是不是要告诉其他人 啊 是他这个其实话后的意思 就是这么个意思 啊 我今天呢 把这个截图发在推特里头 也是 巨多的人在上面去 这个回复 这个事啊 就是 呃 我们前面讲过说 在这是一个零带漏洞 就是什么叫零带漏洞呢 就是 别人谁都不知道 只有你知道的漏洞 啊 或者说其他人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但是至少这个漏洞 没有被公开过 按道理说呢 这种漏洞呢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叫做国家战略资源储备起来的 对吧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漏洞 别人都不知道 只有我们知道 那么以后呢 假设哪天我们跟老美打仗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漏洞 去做很多事情 哎 但是这个事呢 他又不能说 对吧 因为这个漏洞实在是太严重了 一般小漏洞 他可以这么干 但是这个漏洞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啊 这这个 而且影响面太广 然后呢 可以造成的危害太大 这个 这个 这个工程师呢 就直接上报了 这个 呃 等于全球 他是直接公开了这个漏洞 然后大家都可以连夜的 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连夜的来打这个补丁 哎 但是这个 这个 工信部 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平台 就觉得这事不对了 对吧 你应该先告诉我 然后呢 由国家来决定 你是不是要说出去 哎 等于现在这个处罚的意思 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后面不说这个工信部 拿这个漏洞想干嘛了 啊 这个 这个刚才我也讲了 这个这个正常的这种漏洞的 就是国家拿着这些漏洞 是干嘛用的 就是这么用的啊 就是这么用的 这个 让我想起来这个什么呀 叫阿姆斯大厂登月完了以后呢 本来是给他准备了词 对吧 这是我的一小步 但是是美利坚的一大步 结果上去了以后呢 他就改成了这是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啊 这是这是这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 对吧 他实际上就是阿里云的这些人啊 虽然啊 在重重的打压之下 还是做了一个 啊 工程师该干的事啊 还是做了一个工程师该干的事情 这件事情呢 应该还是我们要为阿里云的工程师去点赞呢啊 要去点赞 当然工信部你说你出这样的问题 你后边偷偷的处理也就完了 对吧 你把它拿出来说呢 就比较丢人了 对吧 这个事呢 就是出了 你这个哑巴亏你还是要认的 你就跟这个阿姆斯大厂似的 对吧 你你上去说错话了 没有宣传美利坚伟大 对吧 你说这是全人类的一大步 但是他回来以后呢 阿姆斯大厂依然是美国英雄 依然是全人类的英雄 这个事是是没有办法的 你不能说因为他说错了 然后我给你一个处罚 说下回你再去的时候 我先给你处罚 看看谁下次还敢去说错 对吧 他搞了这么个事 这个呢 就是你的气量呢 就显得稍微小了一点啊 显得稍微小了一点 这个 另外一个跟这个事相关的故事的人士 是谁啊 就是吹烧人啊 李文良 当他发现有病毒 有什么东西在传播的时候 就跟现在我们发现了 有一个威胁到全世界互联网安全的一个漏洞的时候 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 这个他爆出来了啊 爆出来完了以后呢 也是受到了处罚 也是受到了处罚 但是这个最后啊 大家发现说 如果当时他不爆的话 那么但是当如果人类没有准备的话 那这个新冠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 就可能会死更多的人啊 会这个有更多的人啊 受到损失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 这个阿里云的工程师发现了这个漏洞 他没有选择把这个东西藏起来 自己去赚钱 也没有选择 说我把它报给政府 然后由政府去安排 对吧 而是选择了直接公开 然后让全世界所有的人啊 能有能力的人啊 去修改漏洞 去修改打打布丁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个吹哨人 这个就是个吹哨人 他可能对于某一定的范围内 比如说我们对于政府来说 哎 他是有问题 这个事呢 呃 我觉得我们要承认 就是这个事呢 从某些角度上来说 他做的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从整个互联网发展上来说呢 这是一个好事啊 他是一个吹哨人的好事 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该做的事是给予奖励 对吧 就跟阿姆斯特拉回到地球 你还是得要承认他是英雄 你不能说因为你在上面 没有说美利坚伟大 你去说全人类的一大步了 你就是叛国贼 对吧 我就要处罚你 这个事呢 只能显得小度极长 而且在以后出了一种事的时候 那你怎么能够让人相信说 哎 这个 这个出了问题 大家会愿意把把这个 这个最坏的结果公开出来 然后大家一起来 让让全人类免受最大的损失 怎么能够让人相信这件事 对吧 为什么别人会怀疑啊 说这个你们是不是隐瞒了什么事 对吧 是呀 现在现在我们就等于是拿了一个这个 代办的大烧饼给人看 说你看 要受人以柄嘛 对吧 就是这个有人啊 居然发现了漏洞 不先向国家汇报 而是直接公开了 他是叛国贼 啊 他他我要给他出发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技术上的事呢 我们就不探讨 对吧 拿着一个漏洞到底能干嘛 然后这个漏洞如果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头 会有什么样的价值 因为我前面专门讲了一期这个事情 对吧 我们只是说现在这个事出了啊 正常的处理方式 就是我们承认他是个英雄就行了 对吧 我们告诉他你是一个吹哨人 你是一个英雄 你为整个这个就是也是这个大家 这个也是有有有有光的吗 这个这个祖宗牌位上也是要发光的吗 对吧 我们要沾这个光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为全世界的互联网安全做出了贡献 这个事是个好事 哎 结果现在呢 藏着掖着偷偷出来说我处罚你一下 然后呢 还写的明明白白 因为你发现了这个漏洞啊 然后呢 为及时向这个电信主管部门报告 为有效支撑 这个工信部开展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管理 那我已经公开给全世界了 那你不知道吗 对吧 你必须说啊 你不告不专门告诉我一趟这事就有问题 对吧 这个事就属于此地无银了 对吧 哎 这个反正很气愤啊 这是个还是个技术上的事情 但是呢 出的这个事情呢 让我觉得 做的有点太小家子气了啊 做的有点太小家子气了 今天就讲到这啊 今天我们讲的短一点 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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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